赵香气得浑身发抖 什么时候连这种地位卑微的穷鬼 也敢肖想他了 当初他受盈王侧妃田氏的青睐 出入高门大户 与千金贵女相交 田氏还扬言要认他做干女儿 亲自替他说亲 虽然目的只是想帮盈王拉拢人 但对他的亲事也是实打实的上心 那时他说的人家不是公喉门第 就是尚书将军 就这还要挑剑一番 对方长得不好看的不要 没有功名才学的绣花枕头不要 脾气暴躁的不要 太过软弱花心的不要 如今一朝凤落平阳 居然连个商铺的小学徒也敢挑剔他 嫌弃他 但他心中更多的是恐惧 如果赵衍迟迟没有筹到银子 没钱去赎小钱一娘 他会不会答应房东的提亲索要彩礼 如果他不打算赎祖母的话 未必就不敢做出这种事来 他是他哥哥 如今父亲已死 亲兄尚在外地 他作为次兄 在祖母不在的时候是有资格决定他的婚事的 他怎能冒这个险 咬了咬牙 他痛下决心 在辗转难眠的一晚过后 第二天一早 他换上了不知是哪个丫头留下来的一套干净的绢补衣裙 打扮得整整齐齐摘了院子里的几朵鲜花 强冲门面 便借口要上街去买菜 问赵衍要了五千银子 夸着篮子出门了 一出门 他就把篮子扔到了路边 雇了辆车 进了内城 他今日的目标 是从前的一位闺蜜 韩林院市讲学士冯大人家的千金 冯秀琴 这位冯学士官位只有从无品 个性低调 一心修书 在朝中并无政治倾向 因此无论是哪一位贵人上位 都跟他没有干系 但他却有位了不得的妻子 出身世家 娘家殷亲遍不朝野 本人也交由广阔 为人风趣又有眼色 加上还有点小才华 不少的贵妇们在闺中时就与他交好 如今嫁人了 游宴赏花也都爱给他下帖子 赵湘是偶然跟着迎王侧妃 田氏出门赴宴的时候 遇上随母前来的冯秀琴的 这位学士千金家世不显 虽然母亲人脉广 但其实也不算什么 赵湘之所以愿意与他结交往来 完全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天真 容易哄骗 赵湘心里清楚 就算其他千金小姐们 愿意看在田侧妃的面上 与他结交 在他们心中 他始终只是个六平五官的女儿 生母还是罪犯 但冯秀琴不一样 赵湘跟他说 母亲是被人冤枉的 只是皇上先前被误导 发了话 后来即使知道不对 碍于军无戏言 也只好任由母亲 继续地被关在牢里了 但也没说要将母亲处死 赵湘不说这里头 有朱丽贫的枕头封在起作用 只说是皇帝做错了 但大家都不敢明说 冯秀琴居然也相信了 还非常同情他的遭遇 每每遇到有人拿这件事来讽刺赵湘 冯秀琴总是第一个把话题岔开 虽然碍于皇帝的面子 他不敢在人前说出真相 来替赵湘辩解 但赵湘相信 在眼下赵家成了过街老鼠的时候 这位好友必然还相信着自己 冯家在内称 住的是一座三进的小宅子 并不是难以进入的高门大户 但赵湘并没有马上过去叫门 而是远远地站在对面的胡同里 等着看到一辆马车离开了冯家的门口 才走上前去 今日是初一 冯太太有个习惯 就是每逢初一十五 都要上家附近的寺庙去上香 冯学士在不在家无妨 但如果聪明的冯太太在家 赵湘就没有把握 能说服冯秀琴拿银子了 因此他要等到冯太太的马车出门 才上门找人 只花一钱银子打点门房 他就很轻易地给冯秀琴烧了个口信 说他准备与家人一道回乡 想要在离开前 与昔日好友们道一声别 冯秀琴很快就跑了出来 在门口见到他 眼圈顿时红了 紧紧拉着他的手说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我听说了你家的事 一直在为你担心 赵湘也挤出了几点眼泪 哽咽道 我父亲做了不好的事 有这样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只是我们做女孩的 整日养在家里 哪里知道外头的事 官差上门时 真真是吓坏了 在牢里这些日子 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总算皇恩浩荡 放我们出来重见天日 能再见到从前一块做实玩笑的姐妹们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只是如今人情冷暖 旁人见我们家门败落 都不愿意理我 你没有像他们一样翻脸不认人 直接将我赶走 我心里实在是感激 冯秀琴 含泥说道 说什么呢 大人们要做什么事 我们女孩如何能知道 你也是受了牵连 那些因此瞧不起你的姐妹们 你未免太势力了些 横竖我认识的只是你这个人 与你姓什么 父亲做什么官 全物干西 又拉着赵湘进了家门 赵湘算着时间 估计着冯太太 大概没多久后就能回家 与冯秀琴寒暄几句后 便直入正题 虽然我家里人都打算邀回乡 只是有一件为难事 我想来想去 也只能向你求助了 冯秀琴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事 可是想让我帮你 跟其他人说说好话 赵湘一脸羞愧地说 我实话与你说 我与几个小弟小妹 都是从前我们家 小二房的人数出来的 他家碍于物意 怕人说他们无情 又怕我们流放在外 外头人知道了 会辱没了曾祖父的威名 因此才将我们几个 赵家骨肉熟了出来 可是 他们家既恨我祖母 就不肯熟他 可怜他老人家一把年纪了 还要在牢里受苦 他呜咽了几声 低头抹了抹泪 他家害得我母亲 至今还在牢里 我心里有怨 也不乐意与他们往来 可是为了救祖母 也顾不得许多了 可恨他们冷酷无情 硬是不肯答应熟人 说不是 实在是没了法子 我是绝不会向你开这个口的 冯秀琴明白了 他十分不能理解 我早听说赵家二房 这一次立下了救助太子的大功 肯定能够得回爵位了 许多人家都给他们送礼 连我外公家里也送了 他家得了这么大的好处 为何还要与你们 计较昔日的一点小恩怨 你不是说 当初你二叔 夫妻的死是意外 他们为了霸占家财 才把账算在你母亲的身上吗 他们心里分明知道 你们是无辜的 为何还要怨恨你们 赵湘自然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 只能一个劲地低头抹泪 冯秀琴便说 数你祖母出来 需要多少银子 赵湘哽咽的 我也说不清 估摸着 要死五百两 就该差不多了 冯秀琴面露难色 这么多啊 他想了想站起身 你等一会儿 就离开了 过了大约一刻钟后 便拿着一个小布包回来 赵湘留意到 他手腕上的一对白玉镯子 已经消失了 心里非常的满意 赵湘认得这对镯子 在外头少说也能卖上二百两 更何况 那小布包 看着绝对不止有这一对镯子 冯秀琴将布包 交到了赵湘的手上 这里是几件首饰 还有一些金银 刻子 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想来 一二百两总是有的 你就拿去吧 好妹妹 我一辈子记得你的大恩 赵湘蹲下身 就要向她道谢 被她扶住 别说这样的话 我和你是朋友 怎能看着你有难处 却不伸手相助呢 赵湘的目的达成 担心冯太太随时会回来 就对着冯秀琴 说了一箩筐的好话 然后起身告辞了 冯秀琴还含泪 让她临离开京城时 给自己捎个信 好让自己去为她践行 赵湘带着一布包首饰 出了冯家的门 第一时间 就是去找一家名声 比较好的当铺 将首饰全部当了 竟当了有三百多两银子 全都换成小额银票 藏在身上 出门就雇车 去了大理寺的衙门 今天她一定要把祖母 给赎出来 有祖母在 那些数月们 万万不敢再遭见她 而冯太太回到家后 听冯秀琴说起了这件事 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早跟你说了 不要再跟赵湘来往 怎么你就是不听 那丫头一句实话也没有 她母亲 也是确实害了人家的父母 怎么她跟你说几句好话 你就信了呢 难道你不知道 她父亲是大逆的罪人吗 冯秀琴哭道 她父亲是大逆罪人 她又不是 这种事与她一个女孩 又何干系 况且她也是担心祖母 才厚着脸皮 来向我借银子的 谁叫赵家二房无情 不肯赎人呢 冯太太冷笑 哼 若赵家二房当真无情 就不会赎她出来 她还有福气 坐在我们家的屋子里 骗你银子 赵家不肯赎她祖母 自有人家的考量 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你理会那么多做什么 我看赵湘是认定了 你一定会上当 才会来找你的 她说她找别的小姐妹 别人都势力地将她赶出来 你只管派人去打听 看她有没有找过别人 冯秀琴还真的打发婆子 到几个从前与赵湘相熟的 女孩家里问了 谁都没见过赵湘 这才相信 她是直接来找自己的 她别的话是真是假 冯秀琴不知道 却知道小姐妹们 没人赶她 也就不是她嘴里 所说的十里言了 那她为何又要这样说呢 冯太太派了人出去打听 从附近的当铺里 赎回了女儿的手势 又让人去大理寺问 得知赵湘确实赎走了祖母牛氏 只花了一百两 却将数母前氏丢在了牢中 她冷笑着将这件事告诉了女儿 哼哼 瞧瞧吧 到底是谁武情 赵家二房与她家有仇 还能赎她姐妹几个出来 她弟妹的生母与她在一个家里住了十几年 她分明有银子 却不肯赎人 可见其性情良薄歹毒 往后再不许你跟她来往 冯秀琴大哭了一场 细心想想 也觉得赵湘所作所为 有许多可指摘之处 心里对她的印象大坏 冯太太想来想去 觉得这件事要跟赵家二房打一声招呼 她娘家与祝国将军府是姻亲 她便亲往将军府去跟曹老太太请了个安 将这件事简单地说了一遍 我心里实在是忧心 亲家心性太过单纯了 那赵家的乡家却是个心思深沉 又好算计人的 她祖母更是厉害 这回只是我家被骗了几百两银子 以后还不知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曹老太太将此事记在心里 打发人去看赵伟赵秀兄妹时 就将这件事提了一下 让他们多加提防 赵伟和赵秀万万没想到赵湘还有这脑子 居然能骗到银子将牛市赎出来 不过他们也不是很担心 因为老家送信过来 张氏即将上京 她在名分上是牛市的婆婆 有她坐镇家中 就算牛市带着孙子孙女们上门来纠缠 也是无用的 况且赵秀早就提防这一出了 熟赵湘他们时 便在外头大肆宣扬 是好心才熟几个年幼的孩子出来的 但成年人却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赎罪 大逆罪人就是大逆罪人 赵家绝不会承认这样的子孙 也不会周济他们的生活 若是帮助他们过上温饱富足的日子 岂不是给世人立下了坏榜样 让人以为犯了不赦的重罪 也能生活得很好 赵家遵纪守法 绝不会侮辱朝廷律法的尊严 传言即出 朝野民间都说赵家二房仁义又守法 当年伤害了他们的赵炯一家 则是名声败坏 再没人说张氏祖孙是为了夺产 方才将赵爵一房出足的 人们只会说 张氏祖孙目光如炬 早早的就发现了赵爵的反骨 才将他一家逐出宗族 赵家二房名声大好 久病的皇帝也终于有眼色的下达了旨意 命赵伟、习祖父、伯父的爵位 相一等为二等贱男侯 四环当初查抄的府邸、田庄、财博与奴仆 赵伟、赵秀喜出望外 等了几个月 终于等到这个旨意了 祖母上经得知 一定会很高兴 皇帝不知在想什么 在封赏了赵家、曹家等众多评判功臣之后 又下了另一个旨意 令太子为初纪的六皇子 也就是现任山英侯筹办婚事 哪怕山英侯如今 还是个不满十周岁的小孩子 山英侯还是六皇子时 就有了一门婚事 还有一个已经议定的侧妃 正妃人选出自公府 但何家都因谋逆大罪下狱 她的祖父、父亲和叔叔们都砍了头 她跟着母亲哥哥被流放了 自然不可能再为山英侯正事 那剩下的就只有侧妃的人选 忠家大小姐忠雅智了 忠家在嬴王谋逆失败之后的朝廷大清洗中 算是下场比较好的一个 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 都非常给广平王面子 大理寺与刑部没有查到忠家参与造反的宁正 他们就没有追究忠家的罪名 至少在明面上忠家是清白的 忠家早早地清除了人证物证是一方面 落网的罪人中 其实也不是没人将他们供出来 但问题是 忠家其实投靠的是朱立平六皇子这一派 他们满心以为要做新皇帝的是六皇子 才会费心地将女儿许过去 哪怕只是区区一个侧妃 问题是 朱立平与六皇子不过是嬴王手中的工具 挡箭牌 嬴王一开始就只打算利用他们除去其他竞争对手 然后再倒打一耙 踩着他们的血上位 他没有将这个真相告知忠家人 对忠家也是存了利用的心思 就连马万言据说也在瞒着大舅子一家 可以想见 就算是太子真的被谋害了 嬴王成功上位 忠家的美梦也不会实现 现在忠家大老爷就是以这个事实来为自己辩解的 他说自己绝对不是逆党的同谋 否则怎会让女儿去做六皇子的侧妃 那不是明摆着不会有好下诚吗 至于这门婚事是否意味着他忠家是朱立平一派的同党 他也有话说 赐婚是宫中班下的旨意 是皇帝的意思 他们身为臣下 怎敢违抗呢 这完全是因为他女儿太过出色了 才会被宫里看重 跟他们家本身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忠大老爷在整个传讯过程中 就一直用这样那样的说法来为自己辩解 刑部和大理寺的人也知道他肯定不清白 但一来是查不到什么名证 二来是他的说法似乎也有些道理 加上谋逆案牵涉到的人太多了 他们有的是人要盘问 忠家除了有个女婿直接参与了谋害太子 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行为 就算真是逆党的同伙 肯定也是小角色 所以他们就将他打发了 改审问其他的一番去了 当然 马万言就没这个运气了 早已被拖出五门砍了头 而且他差点害了太子 皇帝对他怨气更大 直接下令不许家属收尸 要他死后报尸三日 他妻子小忠是哭哭啼啼的 向娘家人求过情 可是忠大老爷心虚 为了自保 硬是当没听到 小忠是也不愿意抛下儿女 更心寒于同胞兄长的无情 带着孩子走上了流放的路 出发前 广平王妃忠是还私下打发人 给他母子送去了盘缠 干粮和衣服 小忠是对着来人大哭了一场 请他转达对姐姐的歉意 他是真不知道 丈夫会害外甥的 给他带着来人大哭了一场